新华学霸王玉衡回归最强大脑,一件事专注到极致就会成功。 人们都把我的成功归功于天才,其实我的天才只是刻苦而已。爱因斯坦。 近期最火的节目最强大脑当属最佳,2014年首期开播至今你的走过第四个年头,除了四书本周写过的赌王之子和尤军坐拥480亿资产,与西梦摇恋爱。 赌王之子和尤军实力证明,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努力,还有一名极富才华,智商于一身的鬼才,他就是清华学霸王玉衡。 说到王玉衡,更多网友喜欢用水歌来称呼他,因为他在之前一天的便说节目中让无数观众记住了他,那一期节目中他需要在500杯无色无味的水中通过观察选出三杯不一样的水,这个被誉为九级难度细数的任务,他居然完成了。 这次高难度的鬼眼变水让全国观众认识了鬼才王玉衡。 水歌成名之作 而开挂的王玉衡远远远远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,最强大脑第二集中,这位来自清华美院装潢系的高材生,又一次以绝技灭视了众人。 四叔说一下这次的规则,节目现场有200把扇子,100把截取自中国的清明上河图,100把截取自日本的服饰会,这200把扇子都要折叠起来,只让选手观察扇子和拥厚的折纹。 鬼才挑战扇面之谜 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两位选手现场观察时间为2小时,在两个小时的细心观察后,评委会在折扇中随即挑出三把折扇,选手要从200把扇子中照出与这三把对应扇面相对。 鬼才能相同的,正确帅高折胜。 听到这里,你是不是被变态的游戏规则看得一脸猛逼?看规则的重点,擅自的折纹。擅自的折纹。擅自的折纹。 不是打开的扇子,选手需要凭借想象力去脑补扇子的全貌。 当主持人孟非问王玉衡这个河边水哪个难度大时,他直接给主持人回了一句,太难他就不玩了。 此时主持人和现场观众爆笑,傲慢,不懈充斥在这句话里。 接下来两小时的观察善念环节,王玉衡直接又说了句,我放弃观察。 这让现场主持人和观众吃惊得要死,日本选手瞬间大跌眼镜,也真是日本人文质彬彬。 换四叔就该抄家伙了,我觉得这是对对手的极大蔑视。 主持人再三劝说询问后,他执意不去观察,并做起了闭目养身状。 两小时后,对比环节开始,王玉衡用时14分钟便找出了其中的三把扇子,而日本选手用了21分钟,在扇面结果公布开始前,他的表现惊呆了全场。 而最终的结果,王玉衡以3比1立刻日本选手,三把扇子全队,为中国队夺回宝贵的一分。 此时这个非人类的表现只能用震撼来形容,一位在场的日本嘉宾更是直言,我真想打开他的脑袋看看里面的样子。 学霸世界的背后,是一滴滴泪水和汗水的结晶。 没有人能随随便变成功,没有学霸背后是坦坦荡荡。 和尤军靠前熬夜苦毒换来他优异的成绩,20年如一日的血海生涯换来最强大脑的话荣道之王。 同样,王玉衡也没有那么简单,尽管网友爆出他复习两个月就考上了清华,考清华那年,他比第二名整整高出40分,而他的专业成绩更是班妹第一。 但四叔想说的是,这些天才背后都有一颗拼搏的心,每一分收获都是一滴一滴汗水的结晶。 正所谓,成功的陆注定会流汗流泪,因为倘若没有汗水和泪水,成功也就没有了他的意义。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,专注到极致就会成功。 不管是刷爆朋友圈的赌王之子何游君还是鬼才王玉衡,他们被人奉之为天才绝不是偶然,何游君的多年苦度换来了他在荧幕上的种种荣誉,而王玉衡的变态观察力更和他20年的绘画生涯密切相关。 你仔细寻找他们背后的逻辑,那应该是持之不懈的努力和心情耕耘的汗水换来的。 曾经有人看完《最强大脑》之后怀疑王玉衡作弊,之后在采访中他找到王玉衡,为了应验自己的猜测,他用12张欧元让他去观察,没想到王玉衡瞬间找到了作有喜好的那张,再一次惊呆了路人。 你说这是一种天赋吗? 四叔觉得天赋的因素固然存在,但这背后一定有一套方法论,有人曾说这种能力和他大学之后的自我生活有关,四叔认为,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,他能沉寂在自己的世界中沉醉不能自拔,他热爱艺术,把绘画当作毕生的事业。 他能坚持干自己想干的事儿,这个就形成了一个专注点,人在专注的时候就容易走向一个极端,这个极端就会造就他的成功。 学习方法优化很重要。 我们知道最强大脑中的选手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顶级高手,他们的智商超乎常人,但他们难道真的天生比人出众吗? 其实并不然,最强大脑中的选手无外乎两种人,第一种观察,分析能力极强的,第二种记忆力,智商极高的,王玉衡属于前者。 前面我们说到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,在一件事做到极致时自然而然会得到强化,记忆力和智商提升也有秘诀。 面对一些极其复杂的难题时,死记应被肯定不是良好的选择,培养记忆力,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才是最重要的。 简单来说是,学习方法,思考,记忆,重复,习惯。 最后,不管你做什么事情,只要足够专注,足够聚焦,事情做到极致了那肯定是成功的诀窍,没有之一。 作者四书。图片网络。